HELLO 大家好,我是认为想要穿的时髦就不应该麻木追赶潮流的 MISS YY小姐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作为一个合格的时尚博主呢 我觉得要经常给大家种草之外啊 还要随时帮各位小伙伴们拍拍雷 上期啊和大家分享了2021年秋冬 我认为比较实用的流行趋势 所以这期呢就挑选了一些这一家比较容易踩雷的 不太好驾驭的流行元素呢 再和大家讲一下 希望呢能够关注大家 避免呢被所谓的时尚潮流所裹挟掉进流行的现金里 不过当然这也是仅仅基于我个人的审美风格和日常的穿搭习惯上的 所以你如果有不同的看法呢 也欢迎底下留言告诉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而这里如果你是第一次发现我呢 那么不妨先订阅关注一下吧 好了废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就进入今天的时尚排雷手层 那么这期第一个呢要引起大家注意的流行趋势啊 就是拼接元素 环保可持续发展呢 成了时尚界近几年来的绝对主流 而朴素的拼不印花以及修补过的面料碎片呢 刚好完美诠释了这一大趋势 所以这几个大品牌 无论是裤子裙子还是外套都毫不吝啬地运用了 拼接这一元素 而我发现呢 就算很多梯台上出来的路卡都避免不了那种浓浓的板加一的感觉 当然这几年可能是为了比较追求服饰的舒适感 运用到的布料大多是以棉布和牛仔为主 所以呢无论是单色还是花纹呢 都很容易啊给衣服带来一种粗糙感 再加上多种不同的印花以及细碎的布块的组合啊 对于我们日常穿搭来说呢 真的很容易啊会显得邋遢 不过当然这也并不是所有的拼接元素呢 我们都要一杆子打死 像在牛仔上啊比较节制的运用大色块的拼接呢 就比较不容易出错 不过总体来说除非你是比较喜欢民族风或者是波西米阿风 否则呢今年在店里看到这样的单品啊就可以直接跳过了 在之前的视频中我曾经不止一次表达了我对连体库这一单品的热爱 尤其呢是今年春夏来流行的工装连体库更是我的最爱 然而这一季的设计师啊可能是从体操服 瑜伽服或者是忍者服得到的灵感 紧身连体库成为了秋冬的大趋势 而且无论是单色还是花纹 基本上呢都是以一种从头到尾的包裹方式来演绎 看上去是不是很显身高显腿长 但是呢他真心让我爱不起来 首先呢是因为贴紧身型的设计 所以会让身材上的瑕疵啊几乎可以说是无处遁形 比如说有时候肚子上稍微有点坠肉啊 或者大腿手臂上的肉呢稍微松一点点 紧身连体库啊都可以将它们无限放大 所以如果没有完美的体型和身材比例呢 基本上是非常难驾驭的 再加上呢通常使用的面料啊都是弹性面料 所以会容易有那种过度的性感和廉价感 所以在我们日常穿搭中呢看到这件单品我觉得就可以直接绕到了 这几年啊上衣呢是变得越来越短 裤子的裤腰是开得越来越低 所以从去年开始呢就出现了很多短上衣和低腰裤的陆旗装组合 而不过同样如果不是有超长的大长腿和平坦的小腹呢 那么就完全不需要考虑这种搭配了 当然了相信大家也不会在秋冬这样穿 其实呢这里我主要的是要提到短上衣和低腰裤这两件单品 上期呢我就提到对于我们亚洲人的身材比例来说啊 低腰裤呢是很容易压缩下半身的 所以基本上这件单品呢我们就可以跳过了 不过在短上衣这一选项呢还是有选择的空间的 只要搭配高腰的下装组合呢 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尝试的 不过在秋冬的话呢我还是建议啊选购短款的毛衣或者是短款外套 里面呢还可以搭配衬衫或者是裙子 这样呢还能够吩咐整体穿搭的层次感 而短的T恤和衬衫如果是单穿的话呢我就不太建议了 它们呢可以完全保留到春夏再穿 在上期呢我当然也有提到羽绒服这件单品 建议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呢除了短款之外啊 oversize呢也是一个潮流之一 所以本季T台上大家会看到很多造型夸张的超大阔型羽绒服 我记得几年前呢也是街头风最为风靡的时候 很多潮牌以及高级时装品牌呢为了吸引就是年轻的消费群体的加入 就推出了很多极其夸张吸引眼球的单品 而在冬天的超大羽绒服呢就出现了在很多国内外明星的带货清单中 但是很多款式真的就是能够让1米8的国际超模从视觉上直接压缩成1米5爱新人的魔力 就是完全感觉像是一个小孩在穿大人的衣服 而当时刷到这件单品的频率之高啊 经常呢让我对自己的审美产生了怀疑 我真心看不懂但是我深受震撼 虽然这一季呢相较于之前呢稍微是有收敛了一些 但是呢也保不起啊还会有一些品牌呢出来做腰 那么避免大家搞不清楚oversize羽绒服选择的正常界限呢 这里呢提供大家一个简单的选择方法 如果是比较薄的量感比较轻的呢就可以选择一些上窄下宽的下摆长一些的偏宽大的款式 如果是厚重那种呢就要选择上宽下窄肩部比较宽的 并且呢尽量能够露出大腿部以及到腰部的短款为佳 总之呢一定要把握整体的视觉平衡 像这种大件的单品啊其实越夸张呢就越容易让人印象深刻 却又同时呢越容易被潮流所淘汰 最近几季啊随着disco风的回归呢 每季的秀长都有非常多闪亮亮的亮片装 这一季呢也是出了很多非常惊艳的亮片单品 很多件我个人也非常喜欢 不过亮片这元素一直是让我又爱又恨 穿上它以后呢你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厂子里面最亮的仔 但又同时呢很有可能把自己变成那颗照亮全场的反光球 主要呢是因为亮片元素它是非常强势的 尤其呢大面积的运用呢会很容易掩盖掉其他的元素或者是单品 对穿搭上的比例的掌控要求很高 所以呢日常穿搭来说啊大面积的亮片呢基本上就是可以放弃了 不过当然偶尔在参加节日晚宴啊或者是去夜店的时候呢还是非常能打的 像我自己的衣柜里啊我也是保留了几件全亮片的衣服 不过真的是一年只要能穿个一次啊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而如果你今年想要入一件适用于这些场合呢 在款式上呢我建议避开像那些低胸景深连衣裙这样的过于性感的元素 以及颜色过于复杂的亮片 同时呢尝试搭配比较休闲或者是中性利落的单品啊也能够终合掉亮片本身比较强烈的夜店风 而最后一个呢就是配饰的部分 而这里呢大家需要注意它的佩戴方式 因为丝巾呢一直是作为最百变的配饰 在这一季啊秀场的主流搭配方式呢就是当做头巾来使用 确实当模特头配丝巾再配上大的墨镜啊真的能够出来那种非常浓浓的70年代的复古的电影感 但是对于我们大部分的亚洲人来说呢这样戴丝巾啊真的会很容易凸显我们的头大以及不够立体的五官 嗯同时呢日常这么戴丝巾啊也是过于刻意真心的不太实用 毕竟呢衣服啊还是最终服务于我们日常的生活的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年秋冬我认为最需要谨慎选择对待的流行趋势 潮流变化多端适合自己才是王道 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的话呢也请给我点个赞留个言 再分享给你的朋友吧 那么我们下期见 爱你们 Salud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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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